最近的现实逐渐魔幻了起来 上期我才刚说完 乌军没有必要打俄罗斯本土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啪的一下就真的打过去了 哦不对 不是乌军 按官方说法 是俄罗斯反对派武装 对普京政权发弹了一场 特别军事行动 5月22日 这些反法西斯战士从哈尔科夫出发 杀入别尔格洛德境内 一路高歌猛进 连续攻克格莱沃隆 高尔基 和谢基诺夫卡等多个村镇 破坏了当地的敌军据点 缴获了不少武器装备 很好的对这一代的普韦军 做到了去军事化 去纳税化 当然对于这些人的身份 莫斯科和基辅各自一词 俄方认为 这是乌克兰的破坏小队 而乌克兰方面则表示 袭击者都是俄罗斯共鸣 至于武器装备 则可以自由购买 与乌克兰无关 我这里向来都是与乌克兰官方通告 保持一致的 至于你怎么看 那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大家都知道 我对任何能够打击普京的行为 都热见其神 但这回打得这么猛 角度如此刁砖 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上期节目的末尾 我认为乌军没必要把反攻的主战场 放在俄罗斯境内 这个并不是出于道义 或者国际压力的考量 而是在于 如何对有限的军事资源 进行高效配置 并找出取得最终胜利的最佳渠道 关于这一部分 我的看法依旧没有改变 而且别尔格鲁德事件 恰恰印证了这一道理 这个咱们稍后会说到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是死牙之嘴硬 被乌军光束打脸了吧 其实对于我来说 正面反面都是赢嘛 中国赢两次 如果这算是打脸 我愿意天天被打 不过呀 在上述的军事资源配置当中 我漏算了乌克兰境内 还有一对俄罗斯白手套 以至于我陷入到了一个事业盲区 而说到这个盲区呀 其实网络空间也有不少人为设置的盲区 比如注入Netflix AppTV这类的影音流媒体网站 常常会给影集加上区域限制 使用户可能没法观看到想看的内容 而通过Safshark VPN 就可以轻松解决这一问题 这只实力雄厚的蓝色鲨鱼 在一百个国家拥有超过3200台服务器 这区域轻轻一点便能切换区域 同时它还自带广告与恶语软件拦截器 将凡人的垃圾信息阻挡在门外 从现在起 只需输入本频道的专属优惠代码 徐某人的拼音 并选择某人的两年套餐 便可享受超低折扣 外加这种三个月的免费使用市场 与此同时 Safshark保证 在30天的试用期内 无条件退款 如果你已经心动了 记得一定要查看 那么所谓的俄罗斯白手套指的是谁呢 一支是自由俄罗斯军团 另一支则是俄罗斯支援军 前者于去年三月创立 领导人叫做伊利亚波罗马廖夫 此人是2014年 唯一投票反对吞并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 当然反对完之后 他就变成前议员了 2016年波罗马廖夫流亡乌克兰 2019年获得乌克兰公民身份 去年战争爆发后 波罗马廖夫投身乌克兰军队 反抗普京的侵略 那么这次部队的军事实力如何呢 咱们可以通过去年的一段采访 愧得一二 咱们要问一下 咱们要问一下 没有任何几个武器 咱们有大伙之间的文化 并不够强 咱们有什么评论 这些新闻 有任何评论 咱们有任何评论 咱们有任何评论 咱们有约,为了解 现在五千多人 想要入职业 我们很接近没有人 我们接近一切的拖 在第一个年代的党 很多人都在党底下 我们的党部队 我们没有党部队 我们没有党部队 我们是有些人都只是主持人 现在我们有第三个队队 后人会有掌握和朗 会儿在一起 有些人在一起 我们有些人有些人 接受采访的这名战士呼号凯撒 前几天那支号召俄罗斯人反抗普京暴政的宣言 就是由他发出的 结合一张信息我们可以知道 自由军从战俘或主动投降的俄军士兵中吸收兵源 自开战以来该部一直在扩大 现在若以三个营计算 那么他们的兵力大约会在一千到两千之间 除了在乌克兰正面战场作战以外 他们似乎还负责在俄境内组织游击战 本月初俄宫天军的安妖二四和苏二四被炸毁 就是他们的手笔 据说俄罗斯支援军团则于去年8月成立 创始人叫做丹尼斯·尼克廷 此人出生于俄罗斯 十几岁时随父母前往德国 2017年移居乌克兰 后于基辅创办了名为白霸王的搏击俱乐部 坦白来说 此人带有一定的右翼民族主义色彩 因此支援军团身上的民团属性也更为浓厚 与自由军不同 该部的病原主要是来自于 俄罗斯人 今年3月他们就曾越过边境 对布良斯克州发动了袭击 其实那一次就已经如露无人之境 只不过规模没有这是这么大 两支部队的共同特征 是都属于轻步兵 都接受乌克兰国土防卫部队的挟制 只不过一直有传言说 由于政治理念的不同 他们之间通常不怎么合作 结果现在是不联手则已 一联手就玩了个大的 那么别尔哥罗德的战事会怎么发展 冷静下来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向前发展了 反抗军门最重型的装备 也只是反伏机车和BTR装甲车 所有的火力资源都仰占乌克兰境内 以他们目前的兵力搞一搞渗透突袭 打一打数字低劣的俄边防军自然不在话下 但直接攻城掠地 以硬碰硬很难做到 其实从这次的突袭地点上就能看出 他们打的是个巧劲 没有选择直部距边境不过30公里的州府别尔哥罗德 只是对那里发动无人机攻击 冰封主要针对的是几个交通条件较好的边境村镇 利于部队快进快速 同时多点开花 让本就空虚的俄军疲于奔命 总结下来就是八个字 敌疲我老敌进我退 预计这一次他们不会真的战地称雄 而是在完成任务后便会撤回 什么任务呢 咱们放到最后再来说 接下来看一看孝子们心心念念的巴赫姆特 有了比尔哥罗德的事情 巴赫姆特的战局就更好理解了 日前瓦格纳集团宣布完全占领了巴赫姆特 如果单只市区部分的话 普里格金并不算吹牛 无军的控制范围只剩下西南异域的几栋房屋而已 而这几天市区也没有再爆发任何激烈的战斗 但在城市郊区的情况则更加热闹 巴赫姆特以南 无军持续逼近克里斯基耶夫卡 并在更南部的库尔米九夫卡发动攻击 那里是铁路交通的枢纽 而在城市北部 则是库尔拉在水库附近的占领 依旧呈现着南北并进包加城区的态势 只不过攻击势头减弱 平均每天只能推进数百米 那么怎么理解这种内冷外热的局势呢 现在看来 前段时间无军两线出击 很有可能是对城内撤离行动的掩护 5月9日之后 无军高层可能已经做出了 放弃在巴克木特城区作战的决定 注意啊 我说的是放弃在城区内作战 不是放弃作战 经历了9个月的战火洗礼 巴克木特早就成了一片废墟 防御价值不断降低 但防御成本却不断提高 与其在这里与囚犯兵们死后 不如转换思路从城外下手 而瓦格纳集团似乎也无心在此恋战 普利克星宣布完全占领巴克木特后 同时还说他们24号之后要撤离城区 退到后方进行修整 战线则交由而正规军防御 接下来乌军还会不会继续两一包夹 可以进一步观望 对于乌克兰来说 巴克木特战役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在冬季结束前 是要依托城市阻断俄军的进攻势头 确保几方大本营克拉玛托尔斯克的安全 冬季之后则是要打脸普京 让他无法在5月9日欢庆胜利日 同时还要尽可能的消耗俄军兵力 为战略反攻争取时间 现在两个目标均已达成 是时候转变打法了 而此时我们再结合比尔格洛德的事情一起看 局势就会豁然开朗 还是那八个字 敌进我退敌皮我老 比尔格洛德和巴克木特甚至赫尔松一样 都是不断的在给俄军防线制造漏洞 让他按下葫芦扶起瓢 但是比尔格洛德又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他是给普京乘上了一个不得不上钩的调虎离山之计 因为那已是俄罗斯本土 本土遇袭 他不可能不调兵增援 目前普京人民 曾指挥基辅大撤队的拉平上将为脚总指挥 并出装了第七世魔步旅的一部分 在武装直升机和空军的资源下进行反扑 这个缺口得立刻堵伤 不然陆离好汉们就会不断证明他的虚弱 从而影响他的统治根基 而国防部一口咬定越境攻击的部队 是乌克兰的破坏小组 其实就是为了回避这一要害问题 如果承认这些部队是俄罗斯反抗军 并且之后围剿不力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剧情就有可能发展为 这对普京政权来说 恐怕比俄军在乌克兰正面战场的溃败 还要恐怖的多 当然从绝对实力的角度出发 我不认为目前的俄反抗军 有实力颠覆普政权 不过谁又能说 这皇侍郎必须得由张马子来杀呢 咱们不妨演绎一下 假设瓦格纳集团修整完毕 普里格金起命束手边疆 到了比尔格洛德 自然得是贾杰月开辅一通三师 只是乌克兰战场再度神变 换防给威地位的巴克姆特被乌军反推 那么他就有充分的理由 给陛下上到皱褶称 少依古格拉西莫夫等坚令小人 霍乱朝纲蒙蔽圣心 我们的敌人不只在乌克兰 也在克里姆林啊 所以我要率军进京 轻军撤 以这回俄军的反应速度而言 我看这莫斯科怕是抱不住啊 那么如果普京下定决心 从乌克兰战场调正规军回原 能不能治好这个紧追兵呢 很遗憾还是不能 因为一旦调动兵力 那就不能只针对比尔格洛德以地 布良时刻怎么办 库尔时刻怎么办 反抗军随时可以退回乌克兰 又随时可以朝以上这些地方出击 要知道 这可是超过700公里的防线 如今在乌克兰 普京本就是勉力支撑 如果还要大规模的往回抽掉兵力 那么必定会让防线出现破口 一旦如此 那就是乌克兰战略反攻的最佳时期了 当然这恰恰也说明了 比尔格洛德不会是乌军的主攻方向 因为即便吃下这里 他也不可能以此为跳板 发动一个乌冬大回旋 这恰恰又是给自己增加了上千公里的战线 光凭100多辆西方坦克 和几十辆没有到手的F-16 就能在俄罗斯本土横行乌主 从后面爆俄军的菊花吗 我已经是实应挺雾派了 但依旧很难相信这样的战术 俄军再怎么拉 他也不至于拉成这样吧 至于搞土地交换呢 就更不可能了 先不说只有轻武装的反抗军能占多少地 就算是攻下了比尔格洛德全境 那也是新称的反对派根据地 你总不能让俄国人和俄国交换土地吧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反攻的条件 新是重装备就绪 战斗机到手 袭击俄军后勤 找出俄军防线上的漏洞 所以我看在比尔格洛德 以及其他发生在俄边境上的攻势 大概率是用于吸引俄军的洋洞 而非主攻 那么反攻到底什么时候到来呢 我不知道 我和各位一样等待的无比交集 但我敢肯定 普京的心情会比我们更加交集 因为不管是在赫尔松 巴赫姆特 还是在比尔格洛德 无军出动的仍然是装备 参差不齐的旧军 新讯的北约重装集团 始终没有出场 你能看见一车皮一车皮的装备往里送 但这乌克兰就好比是一个吞噬装备的黑冬 这么多的钢铁猛兽硬是给消失不见了 他们是悬在普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间 当他落下的那一颗 必取普京老儿的狗命 最后我知道 肯定会有很多的孝子 否认以上的全部说法 留下一句 你怎么不说 叉叉叉叉叉 并附上他们的各种如山铁针 然后如掌握了宇宙真理一般的潇洒离去 我跟你讲 这是种影 你们得接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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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